经济法师 这是应该的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业是怎么产生的 那你只是靠信心来断恶 佛陀叫我不能做这件事情 我就勉强自己不做 你这样的一个持戒 是一个压抑性的持戒 就是说你没办法让烦恼停下来 但是你又不敢去做 你为什么不敢做呢 完全靠宗教情操的信心 在支持着你 你这样的持戒是非常辛苦 而且效果非常有限的 因为你来生的时候 当你的烦恼释放出来 有时候比今生更严重 因为压抑的结果 它会产生反弹的力量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我们刚开始靠信心 这是正确的 但是进一步你要知道 为什么一个人会有造业的倾向呢 他为什么会造业呢 一切法因原生 它一定有它的根源 哦 因为我们心中产生妄想 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对的 是快乐的 其实这是错误的判断 我们心中对外境 产生一个不真实的想象 然后诱惑自己去造业 当你知道这个道理以后 你就容易控制你的心念 这就是我们讲的 达望本空 知真本有 你如果不知道心中想象错误 你一直认为心中的想象是对的 你很难修行 非常难修行 你就是会心碎望转 你有什么想法 你就做什么事 一点课智力都没有 特别是净土宗的学者 很多人都犯了这个毛病 憨山大师说 很多的念佛人 只知道念佛 他不知道调伏心中的妄想 结果变成佛只听念 妄想只听长 他心中不断地打妄想 当然他的妄想 都是靠这个娑婆世界 心中有很多的爱 很多的恨 这个心中的结 都是缠绕 虽然他心中有佛号 变成佛号 跟妄想并存 到临终的时候 佛号现前 妄想也现前 妄想是赎境界 多生多结的熏悉栽培 而念佛 只有今生栽培 结果你的佛号 就被妄想吃掉 你平常就应该用 只观跟佛号 来破坏你的妄想 而不是念佛归念佛 打妄想归打妄想 这样是不对的 所以祖师强调 你一定要以 折服现行烦恼 为修心之药物 你要试着 用你的佛号 去动摇 去破坏这个妄想 便记着它是一个 造业的根源 你不动摇它 你的生命就不能改变 那你念佛 只是在生命当中 多了一个善业 如此而已 你要扭转生命 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佛陀慈悲告诉我们 为什么一个人会造业 就是圆明为尽 先产生一个名言思想 然后从思想当中 变现很多虚妄的相貌 然后认为 这个相貌是真实 产生执着 最后 因缘出现的时候 就推动我们的牲口去造业 就是这么回事 因此我们应该知道 你心中所想的一切境界 都是错误的 刚开始时 要先否定自己